哈喽 大家好 我是瑞哥 今天我们要过一下这个116级的剧情 突击 小来袭 这个剧情还没过啊 又是佐助 已经打到116级了 这个有多少级满级 反正到一定时间他因为增加 增加几级上去增加几级上去 后面升级也是比较难 是吧 主要是战力难生 这一波佐助 你存心的同时 小野纯纯欲动 一拍了大折网 迪达拉 用那个手势来挑战佐助 這麼多蜘蛛 哇操 直接趴我身 直接砸了 哇他有什麼鬼屏會扔進去 有他 這蜘蛛會跳人啊 他的人生戰 又趴我身上 還好戰力高 就這麼過了 這就是所謂的116級劇情 沒什麼特別的 沒有什麼boss可打 應該下一次 這個這個章節後面可能會打迪達拉 對吧 打完迪達拉有沒有送迪達拉都不知道 終極藝術應該就是打迪達拉 我們看這個有沒有 輕易護本 護本好像也沒有增加啊 那我們就繼續刷吧 好吧 先把這些碎片 刷出來主要是為了對方那個自來野的碎片 想著要自來野 自來野很難收啊 兩年都沒收集一個傳說三冷啊 是吧 沒收集其一個 先把自來野收集 自來野好像也有四十幾片了 然後再 收集一個自來野再收集他者王嘛 哎他後面都刷過了是吧 然後把裝備等級升一下 天護點 修羅都沒有 修羅的戰鬥力不夠啊 裝備啊什麼的都把它給升了 我們是一個一個把它升到橙色啊 這個現在就剩最後一個沒有升到橙色 就抓緊把它升到橙色去吧 好像是十五級才有橙色 現在才八級了 要升好吧 然後 差不多吧 這個劇情也沒什麼特殊的 我們今天 大概就玩到這裡吧 就是個中年慶 中年慶還是送了挺多東西的 這個這幾小組子好像我都沒 打 隊友打得很好 他升到四百萬估計要好慢啊 然後去這些任務過一下就很很快 情報爭奪這樣子不玩 不知道怎麼打呢 情報爭奪地球太大 玩不動 當然情報爭奪是有什麼獎勵對吧 挑戰獲勝五次我們挑戰一次吧 瞎打 但是昨天打過一次 是藍書 主要是冷美了 這很容易掉線啊 全部是面具 第一個應該是扭人者 紅荒藍荒 我們是紅荒 這技能是隨機給的嗎 還是好像是昨天自己選了吧 我想把大招換了 這大招太垃圾了 開始了 全頭開始 開始了 衝起來 哪個是我 我们装打头上有东西了就好了 装打它 我的眼里只有它 别跑 死了吧 快跑 快跑 等一下 别打我 谁不要命啊敢打我 哇 这一坨这么起 这么多 这怎么决定正户 我还真的就到了 这种模式很热 我在哪里有个不知道 头上也没有显示个那个标志什么的 谁家是贼的 好 这是自己的 我看错了 有红色的那个是他人 挂卡被绑住了 我看错了 看错了 看错了 这人就跑到后面去 我以为自己人啊 抓他 我也死了 看不明白怎么样才能赢啊 管他还没抓 头上有东西的 推下不去 抓他 看他这头 先头这么快 来一下 我要是他 打死他就行 不管他3,7,2,7就怎么塌掉了 还有一个在哪里啊 还有一个在下面啊 已经快到了吧 好玩当 我死了 他现在有两个耶 输了 最后一秒输了 我靠 宝王宝王 这模式太混乱了 根本找不到自己在什么位置 你要么你把图拉大一点 把图拉得好 玩着龙巷那个角度去 这太太小了 看不见人 全图都看不清 好了就玩到这了 这六四一百一百多 116级剧情